我怎知我应不应该签这个医疗指示 我还要考虑些什么呢 我想我要回去想清楚 然后跟我家人商量一下 然后才决定 医生和护士可否跟我讲清楚 解释给我听 我按后才想 其实在签订这份文件之前 是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沟通过程 去了解病人对照顾规划 和生活安排方面的想法 即是预设照顾计划 首先病人要考虑自己对将来的照顾 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期望 然后就可以找一个时机 跟家人和医护人员去沟通 一步一步地清清自己想要的照顾 和生活安排 最后才透过预设医疗指示 记录每一方面的决定 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中 病人除了表达自己对 维生治疗的意愿 也可以参照照顾的规划 决定自己想要在哪里 接受晚期照顾和离世的地方 例如医院、家 还是现在居住的院舍 另外还有什么担心 未完成的心愿 例如遗产、财产、身后事 如何安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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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